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110年的开放政府的赔利工作坊 我在这边也代表国发会 非常热忱的欢迎各位来参加 我也想去年 我记得去年在举办赔利工作坊的时候 我也有参加 有参加致辞 不过那一次是我们实体的 实体的有在开课等等一些情况 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改由这个线上来上课 那我也特别用线上的方式来跟各位问候 那不过今年跟去年不太一样的是 去年的时候基本上 我们OGB的这个国家的开放政府的行动方案 那时候还在延礼草礼阶段 那现在因为行动方案一月份已经上路了 所以很多的事情已经开始很具体化 所以各部会的一些承诺事项也达到了19项 所以我们今年来讲的话 很多的一些承诺事项就比较具体 所以工作方案的课程也可以比较具体 让大家可以比较了解说 未来台湾在未来的四年里面 我们承诺了什么 可以做些什么等等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简单来举例子就是说 这个Open Data的部分 至少是我们国家会负责的 智慧政府Open Data的部分 那我们承诺提高它的透明 那过去来讲的话 大概有四万九千多项的资料已经对外公布 让这个政府的资料可以更透明 事实上也可以让各界的朋友加以应用这个资料 有更多的应用来照顾我们的民众等等一些情况 不过除了政府的这个开放资料的透明之外 最重要还是要大家来猜谜 我们一直讲说我们开放政府有四个重要的原则 一个就是透明度 另外一个就是要参与 然后还有问责还有寒容四项原则 那我很希望大家透过 不管是透过工作方或未来 多多参与我们相关的政府的相关的这个 Open Government的一些相关事务等等一些情况 因为有人没参与的话 我们国家这方面才会持续的一些进步 这两天我看到一些课程 这是非常棒的一些课程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进行的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有什么想法也不令的把它提出来 那不仅让我们这个工作方的这个可以不但的变得更好 将来在办的时候加会以后参与的人 事实上也许这些想法对于我们将来在 这个Open Government的这个开放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承诺 也可以更好 然后提出更好的一些方向 好再次的表示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谢谢各位一起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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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